車開出停車場 停車到這家連鎖火鍋店用餐 卻沒想到店家營業時間過了 特約停車場車也輸不來了 民眾當時車就停在火鍋店 對面的停車場 但是看看標示 完全沒有提到停車的限制時間 也無人管理 投訴民眾晚間7點多到餐廳消費 吃完9點多到附近公園走走 11點半回來想取車 卻發現投避機已經斷電 車子也取不出來 投訴民眾超傻眼 無法取車也回不了家 但是如果想把車檔打開 HINSAI可能會觸法 萬一弄壞了 就觸犯了毀損罪 恐怕反而會遭到店家提告 店家解釋 輻射停車場就是和店家營業時間相同 但是的確沒有標示清楚會立即改善 但店家沒有充分告知 也沒有標示出來 讓民眾誤解 大探天下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車子在我面前 我卻無法開出來 記得黃建章 陳思源 廖文斌在雲林台中的採訪報導 esta 公司 地震 米 地震 所以 感谢观看